在眼前看到的都是人的半成屁 这个山的背后就是黄河 传说女娲以黄河这条天河的水 用这里的七色土造出了不同肤色的人类 位于青海东部的贵德县 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红色沙岩历经风化玻璃和流水侵蚀 形成独特的丹霞地貌 让人忍不住赞叹大自然的贵府神功 是我有生以来没有经历过的风景 然后如果要跟台湾的景色扣脸的话 就大型版越世界 都说绿水青山是金山 银山 在大陆各地都在争取发展所谓的旅游观光 而这里也不例外 自从2010年成为了国家地质公园之后 就相当于拿了一块金字招牌 每年游客数都超过50万人 尤其高海拔的美食 鲜美的鱼洋滋味更是名传千里 新鲜现宰的黄河鲤鱼煎得滋滋作响 跟着放入葱姜蒜 花椒和辣椒中火炖炒 这道经典农家菜铁锅鱼香辣开胃爽滑可口 里头藏着醉人的派包 加皮鱼的话鱼的肉质比较嫩一点 比较入味一点 而这道特色料理肚包头也是桌桌必点 用羊肚包住整颗羊头得熬上四个小时 入口软嫩鲜香 不煽不扫 羊的上饿 我们土花叫天花板 吃完这个天花板以后 说话啥都很缺料的 这还有吉祥话就这样 吃了天花板就能说出蛇颤鲤花 大陆地质公园数量之多 全球居贯 让地质一击火起来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贵德正是一个鲜活的缩影 记者李宗文杨七号 青海采访报道